好,那我们刚刚看了单向讯息传递程式 那这个程式请你一定要看懂 而且会执行,而且要看懂它的逻辑 那看懂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双向的 双向的你会感觉复杂不少 因为它有两个thread在跑 一个专门做接收 一个专门做传送 那它的双向的话呢 就变成聊天程式了 所以像这样子 就是ok checkbox 这是我们做的 checkbox csccheckbox.cs 但是我们这个双向的聊天程式 其实它只有一个 不像刚刚有client和server 那为什么只有一个 其实它还是有client和server 只不过我把两个写在一起 因为它有不少程式的程式码是共用的 所以我干脆把它写在一起 那这种方式就有点像P2P的味道 就是点对点的味道 那这是聊天程式的一个画面 那它传给它 然后呢 如果是接收到的讯息 它前面会有收到两点 那如果是传送的就没有 就直接打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程式的写法 然后先来执行一下好了 我把这个程式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 所以 所以呢 就是 直接 下载 编译就可以 好 好 这一个程式 我们叫checkbox checkbox.cs 好 那这个程式的执行方法 先把这几个关掉好了 重开 重开 一样 从Visual Studio 2010进去 然后呢 OK 这里 好 那我们一样切到一槽的 ccc 底下 cs 好 那刚刚的叫checkbox 好 编译一下 OK 那这时候 我还是得开两个命令列 因为 一个要执行成server 另外一个呢 要执行成client 那 所以它虽然是单一程式 但是它可以有不同的执行方法 好 那我这边呢 checkbox 如果 直接打 我们看一下 主程式就知道 如果 argument.length 也就是说 你没有打参数的话 它就会变成server 它就会执行server函数 否则 它就会变成client 有一个参数 那就是 有指定IP 好 所以在这里 我打checkbox 这样的话呢 它会变server 这个程式会变server 那 所以我要 这边要允许存取 否则会被挡掉 好 那我这边呢 就打 一样checkbox 但是呢 我这边不能再执行一个server 否则的话 就会抢IP 抢Port 那我这边一定是要执行client 那我打checkbox 127.0.0.1 那这时候呢 它就会进去 那我们看一下 OK 我现在打hello 它那边印收到hello 那我如果打hi 它就印收到hi 我打你好 它就印你好 但是呢 那这边也可以打 现在这边也可以打 跟刚刚不一样 那我这边呢 也跟它打hi 你会发现 它传给它 变成它收到hi 那我这边再打hello 它也收到hello 这边打你好 它也收到你好 那我这边还可以继续打 好 它会收到 那这边也可以交错打 好 那所以它变成一个双向的聊天程式 双向的 好 那这样的程式 跟刚刚的只差了一个方向 写法呢 其实没有真的差太多 但是要有两个slade 一个做收 一个做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子 用两个slade 来做收和送 第一个 所有的clad都会连到server 所以重点程式 其实 server 是重点 好 那server 如果这一个 他先把po抢下来 然后呢 建立socket 然后把它by 起来 然后最多上线十个人 其实以这个例子 根本不会 所以不应该会有十个人 最好是一对一 一个人对多个人聊天 这样很快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去accept 就接收到连线 那这个clad就是连线 那接收到连线之后呢 他就new一个tcp listener 建立一个新的这个类别 tcp listener的类别 然后把刚刚那个socket传进去 clad传进去 跟原本我们做tcp server的时候 是很类似的 很类似 做tcp server也是啊 这new一个tcp listener 然后呢 把它传进去 很类似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new传进去 好 那但是 因为我们用了执行序thread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只接收一次 因为我不希望有多个人连进来 我只要一个人连进来就好 所以我就没有像这里有一个 无穷回圈一直在开连线一直在收 我就只要一个人连进来 所以我只要一行就好 不需要在一个y回圈 好 那这一个thread去执行 执行到 执行的时候呢 它就 就会怎么讲 就是 该建立的 这个档案读取那些 当然都会建立 那接下来呢 它要去建立一个thread 建立一个县程 专门去做in loop这个函数 那in loop就是指收讯席 收讯席的回圈 而且这是个无穷回圈 所以收讯席的回圈 它去建立起来执行 接下来呢 再建立一个out loop 送讯席的回圈 然后 建立起来之后 执行 OK 然后最后用一个join 就是说 让这两个 线程都执行完之后 才会 才会 跳开这一行 才会结束 所以基本上 它不会结束了 因为这两个都是无穷回圈 所以基本上 它不会结束 这只是让它 卡在这里 不要直接跳开 好 那收讯席的回圈呢 就 就是一个很一般的 收讯席回圈 就是 无穷回圈 wire2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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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之后呢 印 读 印 读印 收讯席回圈 就只有这样 那送讯席回圈呢 就 也是读 然后印 但是这有点不一样 你如果看这两个 你会觉得很困惑 为什么 两个写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是从哪里读 然后送给 写出到哪里 这个又是从哪里读 写出到哪里 这两个要分辨得很清楚 这个是从网路读 从网路对方连线进来的那边读资料 所以它是收讯席 ok 好 那读到之后 把它印在荧幕上 所以这是收讯席 从网路读到资料之后 印在荧幕上 好 那这个送讯席呢 写到网路上 写给clive 所以这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从网路读把它印出来 一个是从键盘读把它写到网路上 所以一个是收讯席 然后列印的回圈 另外一个是重键盘读讯席 然后送出的回圈 所以完全不一样 好 那这个Flash是指说 有时候Line line它会保存在那个缓冲区里面 Flash就是把缓冲区的东西一定强制要丢出去 好 那接下来你又看到 ok 这是刚刚讲的是以Server的观点 在看刚刚的TCP Listen 接下来我们用clive的观点 我们还是一样用了TCP Listen 因为对两边来讲 其实它是对称的 你看这边是对称的 我打资料然后送给你 你打资料送给我 那我送给你的资料 你收起来印 你送给我的资料 我收起来印 其实两边是对称的 逻辑根本都一样 那我干嘛写两次 我就写一次就好 所以那些送和收的逻辑 全部都包在TCP Listen 里面做掉了 那只有什么不一样呢 只有Server需要去等待 等待连线 然后接收连线 但是clive不用 clive是需要去连别人 然后 然后 连别人之后就会建立连线 所以这是两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一个要Accept 另外一个却是要Connect OK 这是两者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剩下的呢 那个逻辑 就通通重复使用这个TCP Listener 这一个物件的逻辑 一样都有in loop 都有out loop 所以是一样的 那当这样子做的时候 OK 我们的程式 记得这个是一对一的 你不要一个Server服务两个clive 他会连不进来 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次Accept 一次Accept 一次Accept 我们没有多次 不像这边的Server有多次Accept 所以它是一对一的 那你可以想想 我要如果一个Server要对多个clive 一个人要对多人聊天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加fire loop 加fire违旋 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 待会会执行之后 你可以把它修改成一个人对多个人聊天 但是这仅止于Server这个角度而已 那clive呢 看起来他是一个人对一个Server 那他可以再开一个clive 再开一个clive 再对另外一个Server 但是他不能够 他不能够说OK 所以我要用一个视窗跟五个人聊天 这样子他就以这个程式就不太适合 好 那这个是Server 点对点的Chatbox 然后可以传送也可以接收的 那请各位去试试看 像我这样执行 一边呢 执行Chatbox就好 也就是说这会变成Server 这只执行Chatbox没有参数了 这就是Server 有参数的就是clive 自己连自己就可以了 那你要跟你旁边的同学连 你就要知道他的IP 就可以跟他连 然后试试看 好 记得Server要先执行起来 再执行clive